再来我提到公民教育活动领导 这个事实上可以有这两块 一块就是当公民老师 那这个话就属于法政、社会科学这一块 跟东亚可能就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块是比较属于同居跟活动领导这一块 这两块事实上出入差别是很大很大的 那么我可能主要我要讲这个活动这一块 活动产业在台湾现在 那是当红炸子机中的当红炸子机 因为目前的话台湾的话各行各业 现在的话台湾人的话 现在非常喜欢参与各种活动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台湾的杂志业 我常开玩笑讲 不管是财经杂志也好 政治杂志也好 什么理财杂志也好 未来可能都要改名叫做亲子天下杂志 为什么呢 我们所有这些财经这些杂志 现在为了要能够突围而出 都在搞儿童下令营 他在搞儿童下令营 什么亲子营 一到暑假之后 各家杂志社都在干儿童下令营 这种做法跟活动是有关系的 这只是活动的其中 冰山一角而已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台湾有一个这个报 这项联合报 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对象 因为联合报的转型 非常的灵活 联合报呢 它底下呢 有一个这个联合线上 你们写错诗论文 都会去拿它的联合知识库的简报 它这个联合线上呢 它现在的流量非常的大 所以它靠这个流量去发展网路购物 它现在联合报靠联合线上 全台湾台名名列前茅的网路购物公司 股票是非常非常的高 股价非常高 第二个联合报现在呢 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办活动的公司 从任务的奖得主 像那个21世纪资本论的 那个基地学家其他在台湾演讲 从办演讲到办展览到办会议 到办各种太阳马戏团来台湾表演 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都是联合报在办的 所以讲那个你要办活动的话 在台湾啊 大家去看一看华山艺文特区 台湾的文创产业当中啊 有很大一块都是跟办活动是有关系的 你看华山艺文特区那个展览啊 什么普利之摄影展啊 什么鸡木梦工厂啊 日本妖怪展啊 一大堆那个展览全年无休的 那个生意都好都不得了 像个什么鸡木梦工厂 台湾去年参展人参观人数最多的 他只不过搞了个几时去那个那个鸡木堆的什么人偶之类的 竟然有一百万人跑去参观啊 那门票都是以几亿以后来来来这个做 然后来来计算的啊 那个所以台湾现在这种活动啊 已经是包山包海什么样都有 政府也要办活动啊 那个民间企业也要办活动 然后呢这个爸妈妈亲子活动更是多的贵得了 所以这种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这种公司啊 在台湾他主要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公关公司 还有整合行销公司 你就在学生的时候 你到这些公司 然后呢 你去那个去里面呢 当公读生 实际参与三场五场大型活动的举办 刚开始你去只能当执行端的啊 这个什么去啊 这个联络 怎么找流动厕所啊 场地布置找厂商来布置啊 然后工作人员买片买片当拿之类的 慢慢的我相信你这个贵校同学的聪明才智的话 这里面只要搞个一年两年啊 你就慢慢可以进入到核心 去做所谓的策展员 策划展览的策展员 做展览非常多 从演唱会啊 台湾是在唱片业 最需要的人不是作词作曲人 而是能够去策划演唱会的 应该去当活动的人 从演唱会到什么呃 呃 这种呃 披卡索的霸展 到什么这个呃 什么呃 豆漫展 哇 类非常的多啊 你可以挑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活动的形态 然后到这种相关的整合行销公司 或是这个呃 呃 这个公关公司啊 去里面打工 这话 这是个台湾目前真正遇上的一个行业 甚至会告诉大家 哦 像是这个呃 台一大跟北一大 他们是那种有戏剧系 还有电影系 并且你以为 读戏剧系跟电影是只能去做什么小剧场啊 啊 啊 拍电影之类的 no 他们现在很多学生读戏剧跟电影的 自己出来开公司 三五个同学自己出来开公司 专门在办活动 为什么呢 这些电影系跟戏剧系的学生啊 搞活动啊 那些脑袋是特别的灵光 比如说我政府很多政令宣告 以前都硬邦邦的 现在这一些这个戏剧系电影系的学生 他就开始承接政府这种案子 他用表演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啊 去帮政府做政令宣告 这就是一种跟活动产业的结合 那台湾还看着 如果这些还可以跟主要探索教育结合啊 台湾的教育训练 人工教育训练上面呢 除了乖乖的坐在这个教室里面 丁老师上课之外 目前各家企业在人工教育训练上 都很喜欢用所谓的探索式的训练 探索式教育 也许是员工去溯息 也许是这个高通坎跳 也许是打期待 为什么会是成为目前 很多这个气管顾问公司啊 都在承办这样子的活动 这就是公民教育活动领导系 最适合的出路 为什么呢 你在这个 比如说你要教这个公司的员工啊 大家要听work 你讲一大堆这个理论到底 这都叫做纸上谈兵啊 谈tingwork 最简单啊 大家去打期待 大家去做这个溯息 一烫下来之后 大家就能够清爱精诚了 从小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说 我要训练我的员工啊 能够去挑战高目标 能够挑战这个很高的业心目标 你讲再多理论 不是纸上谈兵 你把你的员工啊 带去高空弹跳一次 大家都知道 怎么去克服你的恐惧 怎么去克服你的这个恐惧感 所以目前的话 台湾的气管顾问公司 刚记住啊 气管顾问公司 很多都是以这个办活动 而为它的这个专业的啊 这是你们可以发挥的机会 好 后来再提到这个公民教育 还有东亚 像这些属于这个 法证类的这种科系的话 很大的很大的工作 除了考高谱考 那是一个出路之外 另外一款重要的出路呢 就是到这种所谓的 非有利组织工作 非有利组织 并不见得都是慈善机构 里面有很多次我刚提到的 像是工协会 工协会的话 还有像基金会 工协会跟基金会的话 在台湾它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 很容易进去 但是呢 它往往里面的人事编制 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一个人 要当量三个人用 而且可能升迁的管道 不是那么的畅通 应该是很快就到顶了 因为可能整个基金会 或整个工协会 端子连续可能只有五个六个而已 可能做一下就做到顶了 也再也升不上去了 如果你要进到工协会的话 是很容易进去的 那这个工协会的很多 又很多都属于 那这个工协会的组织 那这个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再来就是说 台湾目前的话 在这跟盈利组织当中 开始新出现一种新的分支 叫做这个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呢 它不是纯粹的企业 它也不是这种执展团体 它做的是社会公立 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盈利事业 换句话说 我举例来说 像那个有些人的话 可能在台湾现在有些人 专门呢 从拉丁美洲去进口那种 拉丁美洲的小农夫生产的 有机咖啡豆 特别充满了社会实力感 对地球的实力感 可是呢 它是对社会地球有贡献 但它还是一个盈利事业 像诸如此类 它有些可能专门帮台湾的小农夫 去这个做什么 网路上的有机农产品的购置 这个也是一种社会企业 就像是我们的社会企业 目前在台湾 像雨后春水一样的增加 很多都是大学生 三两个好朋友 同一个社团的 大家自己出来创业 所以在台湾目前很多 但是目前我们政府 对于这种创业 给予很多很多的优厚的一些补助 最后大家再来提一下 最后这两个是生命科学 一个是气管学士学位 再说有个生命科学的同学 可以举手 生命科学 可以到 有 那那个气管学士学位 有没有 好 那最后我们就讲这个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在台湾 很要心理准备 它的出入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最后我就讲得非常坦白 这个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以这个台大为例 台大生命科学系 这是我一个最新的资讯 这是因为我老婆在教小学 她的这个同事的小孩 坚持要读台大生命科学系 当时我就告诉她说 你进去之后 你会高兴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呢 你会发现班上同学 纷纷的转系 他不相信 结果他的小孩 他要去读这个生命科学系 就台大生命科学系 结果呢 今年大一要升大二 全班七十个人 转系转了四十个 转了四十个 交大的这个生物科技系 一大多人跑去这个休学 跑去考警察特考 还有呢 所以考这个警大跟警专 去考警大跟警专 我每个月到程大去演讲 每次像上个月到这个 上上上礼拜到程大演讲 一如往昔 来听我演讲的最多的 都是程大的生物科技系 为什么 前面往往 所以我讲的就是说 生命科学在台湾遇到了 什么问题呢 它是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 股票价格也不断在狂飙 可是他的股票市场 跟他的作业市场 两个脱钩了 换句话说 目前台湾大企业家 像银眼梁 这是这个银心集团 我帮他出来做这个 成立这个实案金星的嘛 银眼梁大家都看好 不出三年 他即将成为台湾第一首富 为什么呢 银眼梁是台湾最大的生物科技的投资者 他的投资眼光 就是晶天不得了的 他把目前他主要重心 很大一块是在生物科技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生物科技产业 非常蓬勃发展 可是他的就业市场呢 完全占原地踏步 他两个就像一台车子啊 这两个人子啊 弱马屯步前进 我可以问对照 台湾读这种电子电机之工的学生 他的人数 跟读生命科学生物科技还有农业 两边的人数是差不多的 可是毕业虽然的工作机会 但是有天量之别 你读电子电机之工的话 到高科技公司电子业 鸿海一百二十万人 人保广达伟创合作都有二十万到四十万人 好同样的生物科技 他的最大的龙头公司 比如说有对照太景 有工于其人在太景做生计制药的 全公司员工只有六十七个 一百人都不到 台湾那些大的生物科技公司 都是股票上市上费的哦 普遍员工都不到一百人的 所以这种情况以下的话 会对成他的学生人数很多 但是到最后呢 他的职缺很少很少 可是呢 是不是代表 你就很紧张 你就要转系了 你就要改行的呢 成功到复的呢 不是的哦 台湾各种生命科学的话 不能否认 现况他的工作机会很少 可是呢 未来三年五年会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够去做预测的哦 比如说大家现在关注一家公司 叫浩鼎 浩鼎的话呢 他是用了这个中研院院长 这个欧启会 他把他的这种糖内研究技术 移转给这个给林远良 以下这家浩鼎公司 他专门在做癌症新药的研发 这家公司可能在明年就会揭晓 到底他这个这个癌症新药的研发 到底成果如何 一般预期啊 应该应该会成功 他一旦成功之后 将是人类在对抗癌症上面 一个空前的大突破 我预期后领如果一旦能够这个突破的话 台湾整个生技制药产业啊 会大大的开始带动起来 所以以现况来讲的话 他的工作机会很稀少 非常的稀少 所以台湾有三大流浪族群啊 一个叫流浪教师 一个叫流浪律师 第三个叫流浪生理科学博士 去看一下我们以前中研院啊 有多少的博士后研究的生理科学的博士 为什么呢 本来做博士后就是最多不超过一年两年啊 可是在中研院呢 有一大堆已经做了八年十年的 这种博士后生理科学的 还是找不到教职 找不到企业可以工作啊 不过说实际上你要去读 你还是继续读 你就边做边观察一下就业市场 看一看从明年到后年啊 台湾这会不会跟随着一颗一颗的生纪星药 开始有重大突破 而开始带动这个就业市场 可以逼一下一大一 所以你可以骨开了很长的时间 可以边做边观察 如果说你发现呢 到了你大三的时候 台湾整个生纪产业在就业上 还是没有大突破的话 这时候就要开始啊 就开始要做适度的转航 你要转航上有这种可能性哦 比如说呢 台湾的话那种学士后的中医 很多人都是生命科学期毕业的人 去读的学士后中医 甚至台大的法医研究所 有很多专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 我根本国力是可以怎么样走呢 你可以大学读生命科学 在大学期间 你可以去读一点跟法律 或是商学管理的课程 将来毕业之后 你要忙是做医药生技的法务人员 要忙是到台湾的证券金融业 去做生物科技的投资的理财的分析的人员 这两者目前是单红榨纸机 它跟生技制药的人才需求 可以这么形容 这也是冰点又是费点 可以这样子来形容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因为它涉及到跨领域的专业 不要懂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 不要懂法律或是要懂财务金融 台湾的话 这种跨领域人才 那几乎是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到的 可是问题是 所有生技制药的 生物科技的产品要卖到全世界 都要通过各个国家的这种食品药物的管理局 然后去做审查的 它涉及到很多的各国的法律问题 所以台湾现在在生物科技产业最缺乏的人 不是生物科技博士 而是生物科技的法务人员 他一定要大学学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 然后再去多修多修一个法律法律的学位 这种工作在台湾是所有生技公司目前都教肆连天 根本很难找到这样子的人 所以你稍微转一个弯 多修一个辅系或多修一个其他的学分 你的工作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或是我刚提到台湾股票市场像现在的话 生物科技股都想黄标 动作都是高价股 通知高价股 台湾所有的政变金融业 都想找那一种懂得生物科技的投资理财人才 那如果可以判断说 这家生物科技公司 它号称它做的药 可以即将有很大的突破 是真还是假 这个商学院毕业的根本搞不懂的 你一定要大学有生命科学的底子 然后再加一点商学管理的训练 你才懂得这家生物科技公司 值不值得统资 这一块也是台湾金融业 目前很多都在政策广告当中都有助理 我再找除类干部 如果有生医方面的 就是生命科学 生物科技还有医药护理 这个的话我会优先入用的 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 几乎所有的科技 大概都稍微介绍一下 好 那我先这个演讲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来说谢谢大家 谢谢